今集嘗試香港本土特色大排檔的小菜 而分析國際金融機構的中期熱跡 Dicky 帶我來這裡挺有風味 沒錯 我帶你來大排檔 但有個問題想問你 為何穿成老西一樣 你想怎樣 你覺得我遮身打扮有問題? 這裡是大排檔的 我今天是做投資研討會 所以我一做完就趕過來 迫不得已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今時今日來大排檔 就沒有一定要T恤和仔褲 你知道現在的大排檔 全部都有冷氣有蓋 30多度 其實我現在都是涼泡泡 打算凍冷茶 所以基本上 我想西裝沒甚麼問題 所以都可以的 這裡是不是很有風味呢 這裡也是 看到這裡有冷氣 外面有老天茶座 又可以保持傳統香港風味的特色 其實你不要說 在過去 大排檔 可以說是我們香港的地道文化 亦融合了一些地區的社會生活的宿源 但時至今天 可能天口太熱了 亦都在經過一些粉飾之後 這個大排檔 其實原來都經過很多年 由爸爸一代做到現在的老闆 原來由1985年做到現在的 所以有冷氣 當然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熱 還有食物 擺設 都保留地道香港的感覺 沒錯 大排檔有很多種不同的菜式 即是包羅蠻油 甚麼都可以吃 沒錯 今次我們先嘗嘗這個小菜線 好 好 但是大排檔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就是鍋氣 當然 首先不如介紹一下這個 就是勃仔骨 勃仔骨 有甚麼特色 很明顯就是排骨 就是煮肉 沒錯 這個就是生炒排骨 然後有些腩菜 蜜糖 應該會甜甜的 腩菜和蜜糖 應該真的甜甜的 我試試一下 沒錯 是不是已經吃到一股和氣了 聞到是很香的 覺得怎樣 好吃不就止 因為牠的排骨本身有些是 即是鑽骨的部分 即是咬下去 可以吞下去 這個很好 還有 腩菜本身也有酸酸味 但是配合蜜糖 都配合得不錯 這個送飯不錯 或者送啤酒也不錯 不過我這杯凍檸茶 更加頭心涼 我也覺得挺配合 特別是有茶味的 沒錯 這個就是你選擇的 可以由你介紹一下 凍檸茶 這個 這個 這個西非利 這個名字叫香西雞煲 芫荽的西 對 就是芫荽的西 不過為甚麼叫香西雞煲 我經常問了一個大語 有點猜的 對 其實從你帶我來 你不見了那一會 我已經做了一件事了 他就說這個香西雞煲 其實就是一個改良的菜式 就是向西村很出名的 向西雞煲 即是芫荽的很出名的菜式 對 不過這個向西雞煲 和向西村上春樹 和村上春樹 有關係的嗎 都是沒有關係的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有關係 不過就是因為 那個向西雞煲 本身就是 其實是整個 好像一品鍋一樣 雞肉 可能會長時間 浸泡滾湯 其實就會過熟 但大廚改良了這個菜式 就是不會過熟 因為它不是長期在鍋裡浸 但是也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現在煮了這個 就是用秘製的醬汁 煮完這個雞 吃完這個雞之後 你看到旁邊的湯嗎 對 然後就放點湯 沒錯 再放點湯 然後再拿出爐 再用這個醬汁 來吧 煮熟的菜來吃 其實一個鍋 就兩種吃飯 還有菜 可以補著秘製醬汁 還有雞油 有種香味 對 那這個秘製醬汁 我有很多人請教一下 其實都蠻複雜的 自家創作的 對 是滷水醬汁底 還有很多醬料 吃起來酸酸甜甜的也不錯 謝謝你的菇 我先吃一口雞 好 最後這個 來給你們說 這個是鮮絲彩虹 你看到這個顏色非常豐富 很多顏色 有很多不同的菜料 切了一道菜式 其實都很簡單的菜式 不過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涼拌的吃法 我看到你有牛柏葉 沒錯 有牛柏葉 有牛柏葉 魷魚 芽菜 爽口一點 黃色的南瓜 甜甜的 還有一些涼瓜絲 基本上的味道都是七彩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味覺 對 口感 還有凍冰冰 真是適合這些 很清涼 又是最舒服的 所以三十多星期 大爬角都很好 真的沒問題 穿西裝都是OK的 尤其是這個香西雞煲 我也是一流 好 想到這個香西 我想起這個西棉的發展 就是這個西方金融市場 這樣都可以想到嗎 對 西方的 你一年賞力都很豐富 OK的 怎樣呢 美國聯儲局 我們等到選了一場 他都還沒出招 蛤 你覺得他真的要出招嗎 我平常都跟你說 不會有QE3的 因為過去的QE12 就令到長寨整個知識曲線 就下來了 就是說令到美國借貸成本降低 從而也可能令到市場的借貸利率也降低 但去年推出了這個扭曲操作 就是沽短債買長寨 其實長寨息率都已經降到很低 美國知識曲線已經平淡化了 10年的債息都只有1來4 現在再QE3 哪有用 債息已經降低了 我覺得我推出了很浪費力 不過其實聯儲局 白媽媽都不是沒有說話的 不過她說了等於報道 如果真的有市場 我們就一定會出招 但現在還沒去到那個地步 她經常都會這樣說 現在又維持利率不變 現在四年年底 都是超低息環境 然後是否要再看九月份的議息會議 就再網了 我覺得接下來聯儲局的預料 都會不會改變 就是到年底的時候 會不會再延長 就是對上一次開會 她說的扭曲操作 到年底而已 我都會覺得未來有機會再延長 不過如果你說暫時來看 我真的覺得沒有迫切性 是要在現在這一秒鐘 再推出什麼寬鬆的措施 其實已經夠了 好 另外又看回 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業績表現 好像匯控 渣打 都公布了中期業績 先說了匯控 中期順利下跌了8.7% 原因是因為她的撥備 要賠錢給英國客戶 又有洗黑錢事件 唉 真是倫敦 這款本來是香港的愛股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 我告訴你 今時今日已經改變了 這款股已經變成了 為什麼呢 其實在公布業績之前 我自己也有寫一些專欄 我都會預測幾個東西 第一 股本回報率一定不會達標 第二 她之前說的所謂的成本對收入 或者成本效益比率 也不可能達標 因為她過去自己的紅心壯志的目標都很大 例如成本對收入比率 她們的目標管理層是48-52% 現在是57% 從來都沒有降低過 就算撇除其他因素 都仍然去到55% 都挺高的水平 股本回報率就不用說了 完全是撐天共地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目前來說 剛才你也說了 之前做了20億的撥備 13億就賠償給英國客戶 因為涉及保險和健身工具的產品 銷售的一些違法不良的銷售 另外對於美國的洗黑錢 就只撥備了7億 她自己的管理層都說 不夠的 都不夠的 因為雖然墨西哥 匯豐那邊因為涉不洗黑錢 墨西哥當局已經罰了她 2750萬美金 不過我會覺得 這是頭盤而已 簡直不是湯 只是頭盤而已 有很長時間去罰 所以7億夠不夠 真是成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接下來這20億的撥備 可能最後都不夠用 所以對股價來說 怎樣計算都應該會潛在著 有個影響 接下來應該都會繼續跑輸大事 還說有傳 因為洗黑錢事件 正在想著責任誰熟呢 有傳是在高層拿回花紅酒 我想一下 渣打的業績 會不會好過迴虹呢 因為鍾氣順利連續十年 看了新高 賺多了一乘二 那就算是不錯了 因為渣打自己公務業績 都出來說 那些什麼拉簿操控呢 不關我事 那些調查不關我事 你不要把我拉到另一間銀行 一起看 事實上 盈利表現十年 繼續盈利有新高 不過問題是 來到這個地步 還可否保持過往的聲勢呢 這個值得研究一下 雖然它之前公務的業績 都是不錯 譬如說說到股本回過率 其實都是打標 接近管理層的預期 雖然現在仍然是落差 距離15%的目標 但那個目標就不是差很遠 管理層就說有機會 今年都會達到下半年 不過我自己有點懷疑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印度業務 明顯地是轉差 看回這次業績 都看到印度業務 跌得很厲害 還有當地貨幣的盧比 又是貶值 雖然做生意多了2% 但業績整體來說都是跌的 我覺得接下來可能都會跌的 你知道 跟著印度有大銀店 接下來可能 亞太區其他業務 或者一些新興市場 可能就會差一點 唯獨是香港 都有百分之十的增長 但我會覺得 正面方面 在股價上也反映了七八八 聽你這樣說 國際金融股 好像前景都比較差 但視線會否轉移到中資 那邊會反而好一點呢 國際金融股 為什麼會比較差一點呢 沒辦法 好像匯豐一樣 哇 真是有很多問題 之前就涉嫌 這個 即是說 違規銷售 接著又操控拉博 再加上洗客錢 那三個問題 我想都要花時間 而且其他國際金融機構 都可能會 有機會在未來牽涉到這些事件 所以投資市場 給的看法當然沒那麼好 但你說內銀股 其實上個星期 都作出了不錯的反彈 包括我們組合裡的健康 都有所回升的 個別來說 好像我們的組合裡的 支付產業信托 也是在創新高 我想都反映得到 現在市場都很兩極化 資金不排除重返H股 因為看到之前的PMI的數字 雖然官方的數字 都是有少少輕微的倒退 但整體來說 官方和銀行組的PMI 距離拉近了 應該那些 來近的商業景氣 都會有改善 內銀應該都會止跌 那投資倉有沒有變動呢 今個星期沒什麼變動 繼續拿著現在 拿著股票先 應該都會有機會 做得更好 好 我們繼續吃這個香西雞